deformת 我以前把蓝痕都很小心保護包包 我後來看到心梅姐 她有一個壯舉 讓我覺得非常佩服她 她說有一次她就是喝醉了想吐 她最後吐在愛馬仕裡頭 我就想說 我完全不能包包牽制 我說欣美姐 我真的覺得妳太棒了 有一年她來美國找我 然後在紐約機場 我就說妳怎麼這麼久 她就說她被海關刁難 然後被帶到小房間 就待了三個小時 我覺得她應該是之前出國的時候 有不小心喝醉了我幹嘛 可能有 就是不管去哪裡 她都會被帶到小房間 連我們去日本也是 後來我選擇蔡依林包 我從買回來到現在喔 賣掉我一次都沒背過 我不知道買回來幹嘛 結果我是賠錢把那個賣掉 然後再花錢去買這一個 你看我是不是笨蛋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準備出國了 然後我今天就是我的機場穿搭 有比平常再稍微正式一點點 因為今天來到露餅 那我今天穿的就是 我個人最喜歡的牛仔褲 牛仔襯衫 因為畢竟在飛機上會有點冷 然後配上精品的鞋子 孫芸款 精品的登機箱 我後來因為常出國的關係 看到太多人的東西 都在運送的過程當中掉了 或者是延遲 所以我大概在十年前出國的時候 我只帶登機箱 我隨身帶著我自己的物品 免得我人到了目的地 但東西沒有到 然後再就是大包包 因為上飛機 難免會需要很多的東西 尤其像這種 對不對 大家都說 跡上的毛毯 對 可能太多人蓋過 不是這麼的乾淨 我們就自備毛毯 蔡依林款 蔡依林款 就是淡妝淡妝 因為畢竟我要年紀越大 妝要越淡 然後畢竟年紀到頭髮會塌 撐不起來了 就戴帽子就好了 整個就是乾乾淨淨的舒舒服 坐飛機是最棒的 大家有發現嗎 我是藍色系 我從鞋子到襪子 然後到我的牛仔褲 襯衫到我的包包 都是藍色系 今天就走一個滾搭風 就是色系走觀影風 然後其實走孫雲風 然後披肩走蔡依林風 請問有我自己嗎 這部分我是完全沒有 但是李先生有 有一年他來美國找我 然後在紐約機場 我們訂的時間 應該是他要在 比如說下午兩點到 可是等到他來找我的時候 已經是六點的事情 我就說你怎麼這麼久 他就說他被海關刁難 然後他被帶到小房間 就待了三個小時 當然他前面有兩個小時 是因為 他每一次不管排到哪一個行列 快到他的時候 那個海關就突然間休息 到他到海關的時候 他我覺得他應該是之前 出國的時候有 不小心喝醉我幹嘛 可能有 反正就是不管去哪裡 他都會被帶到小房間 連我們去日本也是 我們去沖繩 我就是整個出 從下飛機到出關 大概就十分鐘的事 他弄了大概半個小時 他又被帶去小房間了 大家跟我們一起關到晚吧 現在我人在關島 然後這就是我平常去游泳的穿著 裡面是著比基尼 沒錯 但外面我一定會有一個照衫 因為游泳不是我的選項 也不是我的強項 我根本就不會游泳 所以我只能選擇漂亮 薄紗最漂亮 若隱若現 這副墨鏡是GUJI的 我是屬於一個戴眼睛 就會頭痛的 所以我很挑 墨鏡跟眼鏡 然後這一副是我戴的 完全不會頭痛 我好像生平就只有兩副墨鏡吧 一副這個GUJI 然後一副就是那個 TOMFALL 這一副又輕 然後又好戴 話說比基尼 這十年來我都沒有長大 一直穿在這同一套比基尼 八年八年 這套比基尼是我去 是維多利亞的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 維多利亞的秘密了 所以這個已經停產了 你知道嗎 各位 你要相信一個不會游泳的人 需要的是什麼呢 對 就是游泳圈 我們叫各式各樣的游泳圈 有那個彩虹小馬 然後有可以躺在上面的鳳梨 還可以放的飲料的 然後這一次來關島 我們唯一買的就是游泳圈 因為小孩跟我一樣 也不會游泳 然後想要就讓他們 在水上飄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社區有游泳池 所以每到夏天 游泳池是我們最愛 游泳圈是我們必須品 我跟我女兒說 妹妹去學游泳好不好 可是我又沒有教練 我說我幫你找教練 我不想一個人 那媽媽跟你一起學好不好 所以於是我們就約定了 今年夏天 我們一起要去學游泳 重點是什麼 那個教練很帥 是個小鮮肉 希望我都永遠學不會 我個人覺得我滿適合外銷的 因為我在台灣 都沒有什麼人跟我搭戰 但我只要一出國就會有人 遞遞小紙條啊 然後寫些聯絡電話什麼之類的 個人就是覺得 好有榮耀感 我也沒有真的打回去過 從來沒有過 面對於搭戰啊 或者是人家遞的小紙條 我一律 不理會 因為我不愛西餐 但如果是圓兵我就會喔 可能都是我黏上去 只抓到圓兵不放 這藍色真實戀啊 你看 人家都是愛上男一號 我愛男二號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跟大家介紹我的穿搭 這一套呢就是我逛街 比較休閒舒適的衣服 由於我們在海島的國家 所以想當然而就是會有一個 比較遮陽的帽子 但因為我頭太小 其實我很難買到我可以戴的帽子 那這就是那個 之前ZARA童裝的 我買了我就很好戴啊 就幾乎在 走到外面要曬太陽 我就戴這一套帽子 然後外套呢就是很有名的 One teaspoon的那個牌子的 那因為它的質地就是 它就是牛仔布嘛 可是很舒服 然後又不會太熱 還滿適合在海島國家穿 那比較特別的是 今天這一套衣服 你們以為是裙子對不對 然後它是褲子 我覺得最有心機的地方 應該就是胸口這個部分 就是有點微微的露出一些 比較性感的地方 然後又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知道整個露出來 有點不好看 或是太噁心 它就是微微的 我覺得就是有一些小心機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鞋子 對的 我們就穿了香奈兒的鞋子出來才接 是不是有點奢華 鞋子買了就是要穿 你說逛街嗎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穿良鞋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太隨便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一雙香奈兒的鞋子 它做得非常新 它這邊有個珍珠 它其實是滿小小的心機 就是滿奢華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的 然後這雙鞋子穿起來也滿舒服的 然後我都建議大家 如果買了精品的鞋子的話 這個鞋底要這樣去做防滑 因為其實很多鞋子 它們都沒有做防滑 容易就是滑倒 那因為它 我買他們家的每一雙鞋 其實都有去做防滑的處理 那讓你逛街啊 下雨天 你也不用擔心會滑倒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小肺包 我個人這兩年幾乎就是 採購所有的小肺包 它同樣其實是可以當腰包的 然後我在LV買的 它其實是 你平常時候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背東西 那你穿牛仔褲 你就可以把它綁在你的腰上 你也可以穿裙子 你覺得你想要你的衣服 你穿連身裙的時候 你想要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層次感的話 你就可以用它的腰帶 然後綁在你腰間當中 可以當一個裝飾 又可以當包包 使用是非常好用的 鞋子還有附喔 告訴你 大家不要小看這條鏈子 當年買的時候 這條鏈子才五千多塊 你現在再買就九千塊了 所以精品都不要等 你如果喜歡就買 你不要有它的小肺包 它就不能裝 錯 它超級能裝東西的 來看看 這個呢 是我這一次 帶出來外景用的護唇膏 我非常建議大家可以買 它是隨著你的體溫 它會變得慢慢的是 可能變粉紅色或者是紅色 就看你體溫越高 它就越紅 因為我個人對口紅之有點過敏 所以我是不用口紅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常常被蚊子咬 所以我這次出來 也帶了一條小條的藥膏 然後兩張信用卡 燈燈 充電的 然後它這裡面呢 有個小小的拉鍊的袋子 我就把線放在裡頭 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我的現金的部分 我就擺在最後面這一格 再來就是我這一次的戰利品 愛馬仕的小手環 那這個手環我在台灣 我好像沒有看到過 然後最主要是 我覺得它就是 小資助可以買得起 因為這一條大概就是500塊美金 我覺得在愛馬仕裡面 就是算CP值很高的 可以買 然後它這個皮革也做得非常的好 連這個環都做得非常的有質感 滿建議大家買的 它這一個樣子 豬鼻子的 整個都是金屬的手環 原價是24萬 我們買不起24萬沒關係 我們一萬五就可以達成一個 小小的目標 很建議大家可以來看看喔 很建議大家可以來看看喔 The Queen is back 原來是你身上的味道 原來是你身上的味道 你身上的香 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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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在一個動作動 還面積動 好 大家好 我是六小月 現在我們在關到一個 2020年新開的飯店 然後上面最高級的餐廳 然後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穿著 因為這家餐廳 它其實有規定一定要穿正裝才能進來 那所謂的正裝就是你不能穿著牛仔褲 短褲 拖鞋都不可以 然後再加上我們今天做的是最貴的包廂 一個晚上1500塊美金 所以呢 之後待會兒要求我們一定要 全部著正裝 那於是乎我就在出國之前 去ZARA逛了一趟 我把我覺得可以改的比較 像禮服的衣服全部一次買下來 然後今天這一件呢 在我身上我穿的這一件 大概我在 我好像記得是1800還是多少 那因為這個 剪裁是還滿不錯的 可是它就剩架上這唯一的一件 身體是合的但胸部不太合 所以我就送去給那個 服裝阿姨幫我改 然後比較貴的是在我飾品 跟包包的搭配上面有鞋子 我的飾品就是Dior的耳環 就是有Bling Bling的 然後這個呢 已經是好幾年前買的 但我覺得這種相鑽的耳環 一點點小小的細節的話 這些都不會退流行 然後這個是愛馬仕的手環 是我們這一次來這邊的 綿帥商店買的也滿便宜的 就一萬出頭 那之所以選Dior這個包呢 是因為它是兩用包 它可以正式也可以休閒 著正裝的時候 它就可以平著手拿包 網頁包的概念也可以 然後鞋子 我已經忘記是什麼牌子 但我覺得這種 繫帶鞋子 永遠不會退流行的 項鍊呢是Tiffany的 是某一年那個李先生 送給我的結婚紀念日的禮物 大致上就是這樣喔 我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如果你是平價的服裝 你的飾品跟你的包包 或者是你的鞋子單價高一點的話 一樣可以穿出高級感 我知道最高級的餐廳 就是應該在紐約的一個法國餐廳 平均一個人好像是要600塊美金 超級無比奢華高級 因為那一餐不是我自己買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好 服務人員從一開始就會先問你說 你對什麼東西過敏 然後你喜歡吃什麼或是怎麼樣 然後可以搭配什麼樣的酒 它會把每一道都搭配得非常精細 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那是我在紐約吃過 最棒的餐廳 我覺得也滿難以忘懷的 什麼餐廳名 我記得是在紐約排名第二 的法式餐廳 對 你知道法文不好念 就覺得我這一次應該 這一輩子應該不會有第二次 吃到這麼好吃的法國料理 不期然 我就再也沒有吃過法式料理 這麼高級的了 小費嗎 通常在美國 通常都要給到18到20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已經 不像台灣說給10%不一樣了 現在就是最基本的 不管是中午或晚餐 都要給多一點 有過真的穿得很漂亮很正式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就是 被吧台請喝酒 我已經覺得是無比的榮耀了 好 哈囉 所以他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去看 火舞桌要穿的 然後又不小心帶了長輩出名 不過我覺得在海島國家 每個人都會穿這樣類似的衣服 我就覺得在這邊穿這種衣服 就會覺得比較自在 如果在台灣我就會比較害羞 我以前露背比較多 所以我以前的衣服都是前面很正常 但後面就大挖空 然後今年是因為又流行的娃娃 娃娃裝 也給我們一個福利啦 因為你知道 當媽媽每一天都要吸小腹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畢竟是出國 不可能帶很多件的外套 因為我已經帶了十套衣服了 所以我就只有帶一件的外套 我原本只是想說是搭飛機的時候要穿的 我來的時候是沒有想要穿任何外套 然後就有一個帽子 手要扶著 不然他等一下就 樓下見 他可能就自己去滑那個滑水道了 然後這個包包 雖然我難得滿大的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很能裝 當年我去紐約玩的時候 然後去VIP room選貨的時候 那個Sales一直跟我推薦這個 我說我還好我還好 後來我選擇蔡依林包 就是雙肩的 我跟你講喔 我從買回來到現在喔 賣掉我一次都沒背過 我都不知道買回來幹嘛 然後因為它的顏色比較特別 是銀色的 然後那個鏈子是金色跟銀色混搭在一起 我個人覺得好像在紐約背很正常 但回來好像太囂張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背 然後就把它賣掉了 然後我就看到OA娜娜背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 Sales跟我推薦 所以我怎麼沒有看上它 結果我是賠錢把那個賣掉 然後再花錢去買這一個 你看我是不是笨蛋 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反而是這個 我每天都用 你不要小看它喔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我沒有使用太久了 真的痕跡很重 然後當時候我女兒就是 還需要用到尿布的時候 我出門就會放兩片在裡頭 然後再放我的隨身充電器 然後跟手機 然後還有他們的藥 就是OKBone什麼的 我用那個小盒子把它裝起來 還有放一個小水壺 我以前把男孩做成 小心保護包包 我後來看到欣美姐 她有一個壯舉 讓我覺得非常佩服她 她說有一次她就是喝醉了想吐 她最後吐她的愛瑪士舞蹈 我就想說 哇塞 我完全不能包包牽制 我說欣美姐 我真的覺得妳太棒了 從此之後 我的愛瑪士都放地上 我走到來都放地上 淋雨也沒關係 我相當的也是啊 就順便放 我要當跟欣美姐姨模一樣的人 我就是不要被包包欠制 對 就是包包買回來就是要用的 不要攻著好嗎 要用 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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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是一個人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等一下 去外面酒吧喝酒的樣子 我這個呢 是要逼死自己的小裙妝 就要一直不停地吸小膚這樣 喝太多酒 喝太多酒 會放鬆就會覺得 這邊就有一塊 但這件衣服我覺得很棒耶 而且這件衣服也是ZARA的 也是妳知道 都有小肉 後面可以告訴大家我在哪裡 關島 然後妳知道 就是可愛的小香涼鞋 然後還有小肺包 就是喝酒就不要帶太多東西 領錢包可以放錢啊 換卡架啊 我只好這個大 打算 先生買單 妳是特愛小肺包 我覺得小肺包真能裝 我最喜歡小肺包 我跟你講 喝酒千萬不要帶太多東西 要不然帶越多掉越多 連手機都不要帶 因為李先生都釣過好幾次了 所以就是我在 關島 如果要去小酒吧喝酒的裝扮 老實說 在台灣的話 就真的是牛仔褲啊 T恤就去了 但我也沒有想到 在關島的第一天 我穿T恤跟牛仔褲居 居然還會不搭訕 他 那小鮮肉很開心的 把所有的聯絡地址 那個方式都留給我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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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鮮肉 小鮮肉 我還沒有發過簡訊給他 叫什麼名字 麥克 因為我都記得大麥克啊 麥克雞塊大麥克 或大麥克漢堡 他會說很漂亮 像穿這種的話 他很喜歡 他不喜歡的是 我穿T恤然後領口很開 對 有時候我覺得動作很粗魯 然後我拿什麼東西 他說遮一下遮一下 看到了看到了 我就想說 哈囉 看到我怎麼樣 別人用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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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